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份令人震惊的报告 该报告由美国空军大学的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于2022年10月发布 长达255页详细披露了中国火箭军的快速发展 报告揭示了中国火箭军的部署 基地坐标以及其装备的升级 表明自2017年以来 中国火箭军可能已经增加了至少10个导弹发射率 显现出为大量生产核弹预作准备的迹象 最引人注目的是 这份报告不仅详细列出了火箭军各单位的指挥官 驻地地址及经纬度坐标 还指出火箭军在台海及南中国海的战略部署及潜在威胁 报告分析认为 中国火箭军的快速扩张可能是为迎接未来的核弹生产及战备做准备 此外 报告还涉及美军如何利用公开信息 卫星监控及电磁信号 侦查等手段 掌握中国火箭军的动向 展示了美军强大的情报搜集能力 然而 不同的专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有专家认为 报告夸大了中国的军事实力 甚至质疑其信息的准确性 尽管如此 这份报告无疑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更多关于这份报告及其对国际安全的深远影响 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争议 我是本节目的主持人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份备受关注的报告 这份报告是由美国空军大学辖下的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发布的 详尽地描述了中国火箭军的快速发展及其潜在的战略意图 这份报告早在2022年10月发布 共有255页 其内容涵盖中国火箭军的组织架构 指挥系统 装备类型及其部署地点等 报告的强大信息 搜集能力 让人惊叹 甚至精确到基地的精维度坐标 根据台湾军方的估算 中国火箭军每个导弹旅的编制为4至6个营 每个营配备36辆发射车 并且每辆发射车装载4枚导弹 报告表明 中国火箭军在2017年至2019年间扩增了10个导弹发射率 10总数增至39个率 增长幅度达33% 如果我们将这些数据与美国国防部在2021年底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进行对比 更可以看到中国火箭军的快速发展 美国国防部预测 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将从现有的350枚在2027年增至700枚 并在2030年突破1000枚 那么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 位于台北的前雄风三型飞弹总工程师张成指出 中国火箭军的快速扩展可能是为未来大规模生产核弹头做准备 根据张成的分析 中国火箭军在执行打装编训原则 即准备好相关编制 装备导弹后及具备作战能力 报告详细披露了中国火箭军的9处基地 6个主要负责各类弹道导弹的作战任务 各基地如安徽黄山的61基地 云南昆明的62基地 甘肃兰州的64基地 辽宁沈阳的65基地等 分别负责不同的战略方向和任务 61基地重点在于东南部地区及台湾海峡 部署了大量短程弹道导弹和中程弹道导弹 甚至有无人机队驻地 62基地则主要负责东南亚及南中国海 配备了公路 机动洲际弹道导弹和核长兼备的洲际弹道导弹 不仅如此 62基地还可能是中国火箭军第一个高超音速 中程弹道导弹旅的驻地 值得注意的是 624旅在2018年以防到海南岛 承担起南中国海潜在冲突中的反舰 反介入 区域拒止任务 64基地和65基地则在近年来显著扩边 显示中国火箭军在这些区域的战略重要性不断提升 报告还指出 67至69基地分别负责后勤 核弹头管理及运输 防护以及工程保障 试验训练等勤务 火箭军指挥学院和火箭军工程大学等学术机构的详细信息 也在报告中被列出 这份报告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 不仅在于其细致入微的情报收集能力 还在于其背后反映出的国际战略博弈 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所长苏紫云分析 美国通过多种手段 包括网络公开信息 人工情报以及侦察机的电磁信号搜集等 掌握了相当全面的中国火箭军情报 而美军在太空部件的450多枚人造卫星组成的星座 更具体掌握了解放军基地的位置及发射车的机动路线 苏紫云认为美国掌握这样的信息将在战时拥有巨大的优势 比如在台海冲突中 美国可以根据中国火箭军的导弹发射和补给节奏 制定相应的拦截及反击策略 美国或许会采取第二机策略 即在中国火箭军发射第一波导弹后 迅速进行报复打击 从而削弱中国的打击能力 然而 也有不同的声音 香港的凤凰卫视评论员宋忠平认为 美国高估了自己的情报 搜集能力 而低估了中国解放军的保密能力 他指出 美军的这份报告 更多是会整网络上流传的信息 其可信度值得怀疑 宋忠平还表示 美国情报机构习惯 夸大中国的军事实力 目的是争取更多的军费预算 尽管如此 宋忠平也不否认中国火箭军 确实是解放军近年来发展的重点之一 中国火箭军奉行和长兼备 全局设战的原则 及同时具备核武和常规武力的打击能力 确保在冲突中具备一定的威慑和报复能力 防止冲突升级 根据台湾国防部发布的中共军力报告书 中国火箭军目标是在2027年 具备对台湾籍第一岛链范围内目标 进行远距精确打击的能力 并在2050年达成核天一体的战略核力量 及航天卫星科技与核打击的结合 综上所述 美国空军大学的这份报告 揭示了中国火箭军的迅速发展 及其潜在的战略意图 无论是从中国增强自身防御能力的角度 还是从国际局势的宏观视角来看 这无疑都将对未来的国际安全形势 产生深远影响 在探讨完这份报告的背景和内容后 我们还需要考虑其背后的更广泛的战略意图 中国火箭军的发展 不仅是为了增强其军事威慑力量 也是为了在国际战略博弈中 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美中之间的博弈不仅限于经济领域 更在军事和科技领域展开激烈竞争 美军通过这份报告 展示其情报搜集能力 或许也是一种战略威慑手段 意在警告中国不要轻举妄动 与此同时 中国火箭军的快速发展 也引发了地区内其他国家的警觉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 都在加强自身的军事准备 以应对可能的威胁 这也促使区域内国家间的军备竞赛 进一步加剧 增加了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 此外 这份报告也对台湾产生了直接影响 台湾在面对中国火箭军的强大威慑时 一方面需要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 另一方面也需要寻求更紧密的国际合作 尤其是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合作 台湾的防空系统 导弹拦截技术及预警能力 都需要进一步提升 以应对可能的突发情况 从更广泛的国际视角来看 中国火箭军的发展反映了全球核军备竞赛的升级 无论是美国 俄罗斯还是其他核大国 都在不断提升自己的核武器及投送能力 这种趋势不仅增加了全球安全的不确定性 也对核裁军进程产生了负面影响 最后我们还要看到技术发展的双刃剑效应 高超音速导弹 无人机技术 太空侦察等 新兴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 一方面提升了军事能力 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技术扩散的风险 可能导致小国或非国家行为体 获取先进军事技术 从而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潜在冲突 总结一下 美国空军大学的这份报告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全面了解中国火箭军迅速发展的窗口 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全球战略平衡 地区安全及技术扩散的深刻思考 在未来的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领域的发展与变化 为大家带来更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 感谢各位的收看 请大家继续关注本节目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有深度 有见地的分析和讨论 再见 美军公开中共火箭军所有基地坐标 评论 这样水平怎武统台湾 自由亚洲 话说当今国际间的军事情报站可谓水深火热 孙子兵法都得汗颜 就在这个时刻 美国空军大学 Air University 突然丢出了一颗情报炸弹 这颗炸弹不是一般的 而是一份长达255页的解放军火箭军研究报告 内容之详尽 连中共火箭军的司令部坐标 人员位置 后勤 指挥架构 都被扒得一清二楚 仿佛在说 我们看的可不只是你家的窗帘外景 连你家的冰箱都快数出来了 中共火箭军 这名字听起来就像科幻小说中的未来部队 其实前身是1966年成立的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 简称二炮 这个二炮可是中共军事力量中的弹道导弹狂热者 负责陆基和导弹和常规弹道导弹 当年的二炮就像个刚进入青春期的小伙子 导弹库存少得可怜 性能也相当不成熟 射程短 威胁力有限 可即便如此 经过几十年的疯狂成长 这位小伙子如今已经变身为全副武装的壮汉 令人不敢小觑 这份报告指出 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 中共火箭军的发展步伐稳定且坚韧 到了1980年代 他们凭借东风五行 DF-5洲际弹道导弹 成功将导弹射程延伸到了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本土 这个成就仿佛是中共在向全世界宣告 嘿 我们也有能打到你家的东西了 1980年代对中共火箭军来说 真是个开创性的十年 他们不仅开发了第一款公路移动弹道导弹系统东风21型 DF-21 还将常规导弹和核导弹搬上了战场 这种双剑合臂的策略在1990年代初引入了东风11型 DF-11和东风15型 DF-15短程弹道导弹 此举大大提升了他们的作战能力 让美国空军大学的研究团队也不禁感叹 这可是个不容小觑的对手 报告还指出 中共二炮在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初期的扩张步伐 更是加快地让人目不暇接 1980年至2000年期间 新成立了四个旅 其中三个旅配备了最新的武器系统 而在2000年至2010年期间 他们更是疯狂地成立了多达11个新的旅 导弹库存也越加丰富多样 包括地面发射的常见石型 CJ-10巡航导弹和东风31型 DF-31公路机动洲际弹道导弹 这种扩张速度让人不禁感叹 这队伍真是一天一个样啊 进入新迁徙年后 中共火箭军的壮大进程依然不简 在2010年至2020年期间 他们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 并增设了13个新的旅 还引入了更加强大的武器系统 如反舰弹道导弹东风21D型 DF-21D 射程更远 能力更强的东风41型 DF-41 双核常规的东风26型 DF-26 以及高超音速滑翔车 HGV东风17型 DF-17 报告指出 从2017年到2019年底 中共火箭军至少增加了10个新的导弹率 从29个旅猛增到39个旅 规模在短短三年内增加了33%以上 这种前所未有的扩张速度 可谓火箭般的增长 即便在2021年 中共火箭军的紧急洲际弹道导弹部队也在大规模扩张 这支部队从最初的短程 不成熟的弹道导弹组成的小型部队 演变成为一支庞大 现代化的军队 拥有广泛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平台 美国空军大学的报告团队试图利用各种主要的中文资料 汇集了大量有关中共火箭军的讯息 包括每个部队的历史 任务 位置 领导层 装备和部队结构等方面的资料 希望能够填补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空白 成为解放军研究界的宝贵资源 然而 尽管这份报告揭开了中国弹道导弹部队的神秘面纱 但在许多方面 它仍然十分神秘 报告团队强调 他们的研究资料大多来自公开的中文资料 但解放军的讯息审查程度异常之高 且资讯封闭性强 因此报告中的许多细节仍有待进一步验证 美国空军大学的研究团队希望 这份报告能够促进学术界对解放军部队的进一步了解 并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这份报告一经公布 立即引起了中外媒体的强烈关注 许多评论指出 中共军方的透明度实在令人堪忧 特别是在当前两岸局势紧张的背景下 这份报告的出炉无疑将引发更多的讨论 有评论指 中共军方这样的水平怎么武统台湾 这句话颇有些调侃的意味 但也凸显了国际社会对中共军事透明度的疑虑 在国际军事情报站的舞台上 美国空军大学这一朝无疑是一次打脸行动 不仅揭开了中共火箭军的神秘面纱 还让世界看到了这支部队的迅速壮大和现代化进程 然而这份报告也引发了更多的疑问 中共军方的实力究竟如何 他们的目标和战略又是什么 在这场军事情报站中 谁将是最终的赢家 总之 这份报告不仅让中共火箭军成为了国际社会的焦点 也让我们看到了军事情报站的激烈竞争 在这场情报站中 每一份资料 每一个数据都可能成为左右局势的关键 美国空军大学的这份报告 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让我们对中共火箭军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然而 这也只是冰山一角 未来的军事情报站将会更加激烈和复杂 谁能掌握更多的情报 谁就能在这场战争中占据优势 这场军事情报站才刚刚开始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中国火箭军的迅速发展 是否意味着大量生产核弹的准备 首先 我要说的是 这份美空军大学的报告 无疑是揭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 中国火箭军自2017年以来增加了至少十个导弹发射率 这种扩张速度不可忽视 这难道不是在为将来的大规模核武生产做准备吗 大家都知道 未雨绸缪这个词语 难道中国火箭军在这方面不是最好的例证吗 天书 你这种说法简直就是唯言耸听 中国火箭军的发展完全是为了国防需要 就像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屯粮备战一样 这是防御 不是进攻 美军长期以来对中国的军事发展 总是戴着有色眼镜 这份报告完全是为了渲染中国威胁论 好让美国军方争取更多的预算 你自己说说看,有了这么多的国防预算 美军真的安全了吗 奇奇,这可不是什么有色眼镜 而是真实的情报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数据 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将从现行的350枚增加到2027年的700枚 甚至到2030年突破1000枚 你说这只是纯粹的防御 那么为什么连台湾的前雄风三型飞弹总工程师张成都表示 中国火箭军的快速扩张是为未来的大规模核弹生产做准备 这种打装编训的策略不就是为了未来可能的冲突做准备吗 天书,你这么一说好像中国就成了战争狂人 要知道解放军的核长兼备 全局设战的原则 目的是要达到自卫和威慑 防止战争的发生 你倒是说说 为什么美国自己的核武库一直没有减少 还有那么多的盟友要靠着美国的核保护伞 这不是双重标准是什么 美国可以有核武器 中国就不行了吗 如果真的开战 美国的星座卫星系统能保证什么 难道又来一场星球大战 奇奇 你这种你也有 我也要有的想法 难道不觉得有点孩子气吗 事实摆在眼前 美军的情报能力无疑是非常强的 无论是2C E35侦察机还是人造卫星 都能具体掌握火箭军的动态 再说了 苏紫云的分析也指出 如果台海真的发生战争 中共火箭军可能只有一次发射机会 这不是说美国要挑起战争 而是说 如果你真的要玩火 那被拔掉和牙齿的可能性就很高了 天书 你这话说的好像台海问题是美国的事一样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有些人总是喜欢在这里插一脚 再说了 苏紫云的分析 那也是在美国资助的智库里说的话能有多中立 三国演义里的曹操说 您教我赴天下人 修教天下人赴我 美国是不是也在这么想 中国火箭军只是想要有一个安全的家园 不是真要去武统台湾 搞清楚 这不是星球大战 这是国防需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